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就是跑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走走逛逛了之后 我本来想找事情做的 然后附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打算就是练习下去机场的路线 因为过不久后有家人会来 今天天气蛮好的而且超热的 其实今天只有12度好像 但是它的那个太阳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把窗户都打开了 然后我把我本来穿两件衣服 我把里面衣服也脱掉了 我现在人在机场了 然后这是国内线 因为他们会转机来 所以是国内线的 然后本来应该就是它有分左边右边 它左边是走停车场 然后右边是走就是去接送啊 或是去送人家出国的人 然后我就走到 我刚刚走到停车场这边了 所以我可能还要绕一下 然后现在就是绕的话 可能还要14分钟了 现在来到这边 这边好像是送机的人吧 这应该是送机群 然后可能在前面一点才是接机的 这里超多人耶 疫情 好像疫情没有影响到他们 这边哦 好多人 你看 都是人 他好像这边送机的 然后他转一圈到另一边就是接机的 我以为还要绕一大圈 结果还好 我现在走到 接机区了 然后现在不管哪里都是有很多的情况 而且今天不是假日是礼拜一 所以更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有N1 N1出口 然后有一个N2出口 然后前面可能又有 这机场蛮漂亮的 它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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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午 真的好多人哦 然后N3 N3出口 这边好像就是什么United的 航下这边 所以刚刚那里 好像 那里应该算是Delta1在那里 然后这里是United 联合 然后这里就是停车场 它出口总共有N6 总共有7个 7个出口 我点了一个牛肉刀削面 好了我点了一个牛肉刀削面 是一个中国餐厅 感觉蛮好吃的 哦好香哦 今天要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一起去逛街 因为是Thanksgiving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吃个饭 然后就去哦 就是比较北的outlet去逛街 然后虽然不知道会买多少东西 但是就是公共街嘛 开开开新的东西 我现在有点晚了 因为去到那边可能要20分钟 然后现在已经20分了 我跟他约30分的时候 所以我就要快一点了 所以我选择走高速公路 虽然我们平常上课都不走这里 因为它其实也很晒 因为路比较小 虽然没有红绿灯 但是就是比较小一点 比较急 诶今天没走车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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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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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